教宗方济各11月10日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表示 应该常常宽恕,绝不引人跌倒 这是每位基督徒的圣诏 因为绊脚时会摧毁信德 教宗说,基督徒若参与弥撒和堂居生活 却不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就会引人跌倒 我们多少次听到有人这样说 我不去教堂了,因为在家里诚实做人 好过那些去教堂,却竟然做出这种事的人 绊脚时会摧毁信德 耶稣要求我们宽恕那一天七次得罪我们 而又七次请求我们宽恕的人 教宗对此表示 我们应该宽恕,因为我们得到了宽恕 耶稣教导我们的天主经中就是这么说的 人的逻辑把人带向不宽恕和报复 把人带向仇恨和分裂 多少家庭因为不宽恕而分裂 我们应该这样想 如果我不宽恕别人,似乎我也没有权利求得宽恕 或者我不明白圣主宽恕了我意味着什么 门徒们听完主耶稣的这番话 面对他说 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 教宗最后解释为什么门徒们会这么说 没有信德,我们就会引人跌倒 无法常常宽恕 唯有借着我们所领受的信德之光才能实现 信德是一项恩典,一份礼物 没有人可以通过读书和听讲座获得信德 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的礼物 所以门徒们请求耶稣说 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 请增加我们的信德